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根据科学观察是因为晚上湿气重 凌晨又有露水担心晒不干啦 不能在室内撑伞小心把拍咪亚带进来 不以为伞在外面黏了雨水张空气 在家撑开拍咪亚当然乱乱飞 晚上不能吹口哨小心已来谋心啦 网路上另有一说是因为日据时代 日本人都用口哨来传递讯息 担心老百姓干扰他们才编了这可怕的鬼故事 不能劈头散发睡觉 不然误以为是同类 拜托每个人起来的鬼样子 自己看到也会中心吧 农历期越是吉祥月 别让迷信影响生活